这是云南建水古城朝阳楼 也是古城的东门叫迎徽门 古城一共有四个门 南门叫府安门 西门为清远门 北为永珍门 如今保存完好的仅有东门迎徽门 也就是朝阳楼 朝阳楼是建水历史悠久的主要标志之一 朝阳楼上四个字 熊镇东南 朝阳楼建成于明虎五二十二年 一三八九年 至今有六百余年 唐原河年间南昭政权在此驻惠立城 那时候的城是土城 明虎五二十年 明军平定云南后 设临安卫 驻临安卫城 在原有土城的基础上 拓地改建为砖城 建有四门楼 明朝末年西南北三个楼毁于战火 仅存东城楼 就是我们看到的朝阳楼 古城 古城历经十二个世纪的建设 至今保存有五十多座古建筑 被誉为古建筑博物馆和民居博物馆 经过朝阳门 望里走 来到古城里面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古城朝阳楼的背面 古城里面呢 现在就是商业街 古城很大 它的街区也非常的大 卖什么的都有啊 这里头休闲很好 树的都是用这种椅子围上的 随时随地可以休息 古中心超市入客 石楼怎么卖啊 2块钱一斤 2块钱一斤 嗯 便宜嘛 了 他不等 不行 我现在还不等 买 我还得拎着 待会回 我回来的 丑菊 这个丑菊多钱一斤 4元3斤 4元3斤 对 你看后期的胖 太好了 10元 10元3斤 啊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好的 我回来再说啊 10块钱3斤 烧粉老店 舌尖上的中国 白色点 炒芽米线 凉烧粉 这个叫临安饭店 云南省飞鱼项目 见水气锅机 代表性传承店 央视味道排摄点 一会儿来吃一点 这些老街址也老 来看来看一下 这都是咱当地的吗 这全都是啊 对 这种的挺好玩的 喜欢这个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这个 这种的 那种的 是9000多 哦 哇 你看看 确实太精美了 哎呀 9000多 啊 要来品尝一下 汽锅鸡 12道风味的排摄点 这是中央电视台 在这排摄过 应该是味道特别的好 哎呀 我在去西藏的时候吃过一次 那可真不行 他所说的 他所说的汽锅鸡 他那个就是个火锅 不像这个 你看这个 看着还挺好 这个是50块钱的 还有70块钱的 70块钱的鸡是那种本地鸡 然后我就没要那个 这个汽锅鸡啊 确实是好吃 好吃的 嗯 我觉得鸡肉吧 还不是特别喜欢 就是汤好喝 好吃的 嗯 汤好喝 这汤太太鲜了 这汽锅鸡的汤啊 太鲜美了 非常的好喝 好喝 见水这儿有很多好吃的 有很多美食 然后你要是如果来见水的话 这个汽锅鸡 一定不要错过 非常的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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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吃 尤其是这汤啊 太好喝了 就是这个连安饭店 一定要到古城 他们家来吃汽锅鸡 看看古城这个地啊 全是这样子呀 和它正亮的石头 石板路 新华书店 看看这建筑 都有年代感 就是 看看 这古城这儿也有一个湖 它这湖还真挺多的 小桂湖 这小桂湖边上这些酒吧呀 什么的 围着这湖 湖边小酒馆 从古城的朝阳楼 我们就能领略到 见水的烟火器 有多么的浓 你喜欢这样的见水吗 见水的丝质膏 是它的特色 我说我买一点尝尝 好吃是挺好吃 就是有点甜 石榴 两块钱一斤 花十块钱买了 六个这么大大石